你可能熟知木贵英挂帅的故事 但是你也许并不了解杨家妻子的故事 今天这部电影聚集了当时大江南北的七大美男 这一届 于波 周一铭 李晨 林峰 无尊 傅新博 演员阵容可谓极其奢华 而这个故事因为太过壮烈 许多人看了之后 纷纷表示绝对不敢再刷第二遍 这两个归在地上正在挨打的男人 是杨家杨叶的六子杨燕昭和妻子 杨燕四六子杨燕昭与柴郡主青梅竹马 可攀豹横道夺爱 让圣上举办了一场比武招亲 对郡主势在必得 父亲杨叶为了让攀羊两家同性抗敌 嘱咐六郎不要与攀豹相争 而杨燕四为了替六哥杨燕昭出气 在比武招亲的擂台上 决定出手教训一下攀豹 没想到攀豹一脚踩在自己的暗器上摔死 这让本就与杨家不对付的攀仁美更是怀恨在心 他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后 更是请求圣上要将杨家满门抄斩 然而就在此时 辽国大将耶律元带着数万大军 侵犯大宋边境 潘燕梅自建被圣上定为主帅 而忠臣杨燕则为先锋 配合潘燕梅一起共抗辽军 不久之后 两军就在金沙滩前 展开了激烈的对峙 杨燕作为先锋更是当仁不让 冲入敌军阵营 不料潘燕梅却在此时 为报杀子之仇预置杨燕于死地 率领大军率先撤退 只留下杨燕和杨家军 在敌军的包围中孤军奋战 杨燕虽然年迈 但依旧不解当年风采 只见他手持劲刀 就干犯了多个辽军 然而奈何辽军人数太多 就算杨燕再为英勇 也难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 就在杨燕父辈受敌之时 辽军的神射手鬼风 更是趁机在杨燕的背后 射了一支毒剑 杨燕本以为自己今日必将命丧于此 却没有想到 耶律元却在此时鸣角收兵 原来大将耶律元的父亲 曾经就死在杨燕的手上 他表面上是放了杨燕一马 实际上则是为了引出杨燕的七个儿子 将他们赶尽杀绝 以报自己多年来的仇怨 而杨燕也趁此机会 带领杨家将众人 退到了两郎山 消息传回 杨家妻子便当机立断 在皇帝的允许之下 前往两郎山营救自己的父亲 这妻子各个鹦鹉双全 英俊不凡 皆可为军中将帅 临行前 杨母把大哥杨燕平拉到一旁 让他看了鬼谷先生之前的预言 纸条上赫然写着 当知天命难为 妻子去 六子回 老大杨燕平看到纸条上的字后 向杨母表示 自己一定会保护弟弟们平安归来 妻子带着众位杨家将 刚到两郎山不久 便看到了满地触目惊心的尸体 进阶站 他们又遇到了耶律元 排来探查虚实埋伏的辽兵 他们巧用火攻 很快就突破了辽军的包围 等到杨燕看到远道而来的妻子 一口鲜血喷出 他瞬间明白了耶律元的用意 那就是想置杨家所有人于死地 他不想让妻子留在这里 为他送死 便让副将现行带着妻子离开 妻子见到重伤的父亲 哪里会丢下父亲先走 他们先让会医术的老五 为父亲把毒剑取下 刮过疗伤 而七郎杨燕四则决定 孤身前往城外 请求攀仁美出兵 就在此时 耶律元带着追兵迅速打了过来 面对辽兵 杨家妻子各个尽显神通 英勇非凡 大郎长枪在手 以敌板 连杀数人 二郎手持双刀 杀得敌军连连撤退 直至马就 而三郎则是剑术非凡 面对辽军更是百发百中 四郎也是鹦鹉不凡 一把大刀劈向敌军 直接往城门杀去 众人在辽军的重重包围下 并没有任何胆气 但是眼前的辽兵却是越杀越多 几人也逐渐落了下方 在与辽军的厮杀中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刀伤 就在此时 二郎带着战马及时赶来 几人也在副官的掩护之下 迅速护住父亲飞身上马 七郎杨燕四 在经过没日没夜的奔波之后 赶到了环州城下请求潘日美出兵救父 他知道潘日美对他怀恨在心 他此次前来也是存了死制 那就是想用自己的命 抵潘豹的命 求得父亲和其他人的一线生机 但是潘日美却不仅仅只想要他的命 而且还想让所有杨家人 为自己的儿子潘豹陪葬 他让杨吉郎快滚 并以奸细为由 让自己的士兵放箭 很快 杨吉郎和他的战马在不甘中 被潘日美手下的士兵又乱戒射死 后来在快要路过苏妙时 会医术的武郎告诉另外几兄弟 父亲的伤已经不能再走了 他们决定先到苏妙休息 明天一早就赶路出发 不曾想的是 夜晚杨叶似乎预感到了妻子杨燕四的死 并且梦到了苏妩 也在恍惚之中 看到了其他六个孩子 为了救他所受的刀伤 老杨不死 小杨难逃 在苏妩问他 血命还是守节时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守节 为了不脱离妻子 一头撞死在了石碑之上 几人最终不忍心将父亲的一体就地掩埋 在六郎杨燕招的提议下 他们决定带着父亲的一体继续回家 而另一边 夜律远很快就带着人马追了上来 面对追兵 大郎杨燕萍和二郎杨燕定决定留下来断后 让他们先走 这时大郎让二郎杨燕定看了临行前 母亲让他看的字条 真的要死一个 他就够来 他还答应了母亲 要带弟弟们回家 而郎也明白了大郎是存了死制 便不再多言 转身上马 大郎不愧是大郎 只见他手持长枪立在扇谷中间 颇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架势 眼见数十名辽军杀盗 大郎毫无拘色 手持长枪宛若犹容 在众多敌军之间游走 瞬间就连斩辽贼二十余人 但是还没等他喘口气 幽游一匹辽兵迅速朝他杀了过来 虽然连中束刀 大郎也并未退缩 他拼尽全力 一击杨家独门枪法横扫辽兵 枪下再体验数条亡魂 但在辽军连番的车轮战术之中 大哥终究还是寡不敌重 身受重伤 没有了再战之力 被报仇心切的耶律元挑在墙上刺死 然而就在此时 二郎杨燕定却折放了回来 看到大哥被刺 他不禁发出一声怒吼 他手持大刀骑着战马直直的向耶律元扑来 不料却被辽军围住 在打斗间摔下马 被辽军刺了树墙 身为兄弟的他 怎么能舍得让大哥毅然赴死 最终奄奄一息的二郎 也被辽军的铁骑践踏至死 其余四人一路奔波来到了烽火台下 而五郎杨燕得的马 也因为体力不支 在长时间的奔波中倒下 四郎杨燕辉选择留下来接应五弟 让其他二子带着父亲继续回家 两人在冰狼buff的加持下 巧用火弓迅速消灭了一批辽军 眼见不敌两人 便在最后关头又拉着一批辽军 跳进了身后的悬崖 此时的追兵 也只剩下耶律元和他的手下 神剑手鬼风 六郎认出了这个剑 就是让父亲致死的毒剑 三郎杨燕光未报复仇 很快在芦苇荡与辽兵神势手鬼风 展开了致命对决 高手过招招招致命 在几轮精彩的博弈之后 杨燕光虽然一剑 结果了对方的性命 但自己也身中毒剑 正当他回身之际 却被赶来的耶律元一枪刺死 耶律元带着兄弟几人的兵器 很快又追上了 带着父亲逃命的六郎杨燕昭 在他不断用言语刺激下 六郎得知了兄弟惨死的真相 在他心里 知道还有自己未完成的使命 也无心与耶律元在战 只想带着父亲回家 没想到耶律元一记成鞭 将老六甩了下来 老六无奈只能放下父亲 与他展开了殊死对决 耶律元身经百战 招招狠辣 六郎一时之间略战下风 就在耶律元要下杀手之际 只见他灵机一动 用耶律元脚下的弓将其绊倒 并在关键时刻 给了耶律元一个十分华丽的过肩衰 紧接着用自己的双拳 狠狠地砸向耶律元 不过在最后关头 他没有杀了耶律元 而是决定放他一马 他知道 圆圆相报 最后也只能不得善终 让耶律元并不能领悟这些 他趴起身来 正准备从背后偷袭 就在这生死关头 六郎杨炎招 以一记杨家绝学回马枪 直刺耶律元的胸口 并带着哥哥们的兵器继续赶路 终于六郎带着自己的父亲 和哥哥们的兵器 来到了身披战甲的母亲 和赶来接应的女眷们的身旁 杨母抱着死去的丈夫杨叶 看着仅存的六子杨炎招 似乎又想起了鬼姑子先生的预言 可知天命难为 妻子去六子回 此刻的他早已肝肠寸断 但他只对着六郎说了两个字 回家 自此影片结束 而杨家将精忠报国的故事 却还在继续 电影从未提过中义人孝几字 但是却把中华文化 博大精神的中义人孝此字 诠释得淋漓尽致 至此终居 报国首结明智的杨叶 明知此行凶险 却毅然决然 救护首校的妻子 不顾圣子为了兄弟大义 遮返回去的二哥 还有在最后关头 保持仁爱 决定放耶律元一马的杨叶昭 都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大义 而在中华民族 远远流长的历史之中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 才得以发展延续繁荣 直至今日 依然屹立在遥远的东方